你敢相信吗 如果把修记倒过来看 才是最真实的人生 如来派师徒四人带上八部天书和小白龙 一起到东土大堂去传教 一路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妖怪 他们是打来打去 发现他们当时都是有后台的 无论怎么作恶 他们都不会受到惩罚 八戒和沙僧觉得太黑暗了 那么无奈之下 他们一个躲进了高老庄 一个钻进了流沙河 只有苏悟空在坚持正义 一路上是斩妖除魔 护送师父去东土大堂传教 可是天庭对悟空是忍无可忍 他当时就和如来商量 我们可以保证把唐三藏安全送到长安 可是必须得把苏悟空这个刺头给解决了 如来当时也是同意了 于是在一场的阴谋之下 小白龙重伤坠入了山间 悟空也败了 他被押在了五指山下 唐三藏抛弃了悟空 孤身当时去到了长安 到达长安之后开始传教 他被封为了玉帝享受荣华富贵 最后呢寿中正寝 直到五百年之后 死悟空呀终于逃出了五指山 他一声不吭的就当时把这个天庭给搅了一个是天分地赋 天庭被逼无奈之下呢 是许诺让猪八戒呀化为人参 把他封为天鹏元帅 沙和尚呢封为了卷帘大将 前提是呀 他们要杀掉孙悟空 最后的最后 因为兄弟相残 耳熙会异冷 孙悟空呢 找到了菩提祖师解惑 他封印了孙悟空的修为 把如意金箍棒呀 丢进了东海 化为了定海神针 孙悟空回到了花果山 陪着猴子猴孙 过完了平凡的一生 最终呢 他化为一块巨石 沉沉的睡去 修记正看是励志 道看则是 反映了人生百态 这才是真实的社会